一周四个新资讯 当我飞奔向你张淼一新剧 与大21岁郭品超 闲婚后爱被媲美CP感 赵露丝与张一星新疆热恋被抓包 五类类崩 春色寄情人幕后花絮曝光 周宇通醉酒现身 却因这里有遭删除 杨幂新剧降价 拿3500万宴泰兰伦笑柄 网友替秦浩鸣不平 part one 张淼一过去与周宇然 演出当我飞奔向你爆红 他目前与白晶廷张若男搭档 演出赵露丝偷偷藏不住 姊妹作男红 备受注目 张淼一与斗鱼国品超的古装新戏 偷得将军半日闲 定档今天播出 剧情是闲婚后爱的剧马 但两人实际年龄相差21岁 不少人认为国品超年纪太大 中年古偶不仅让人出戏 加上剧情落套 二大原因未播先被看衰 张淼一在2018年就独搭一时 就被虎媒导演选中饰演 电影《红楼梦》 至金玉良缘中的林黛玉 因此踏入演艺圈 他虽然出道时间不长 但去年演出赵露丝 陈哲远偷偷藏不住 作者足迹笔下另一部小说 《当我飞奔向你女主角爆红》 成为去年的甜宠剧黑马之一 人气不容小觑 偷得将军半日闲改编字 中国小说替加小王妃 剧情讲述战神文叶在成婚前夕战死沙场 原本要出嫁的新娘乃是沈相家的嫡女 沈夫人不舍女儿嫁去守寡 便找回了沈相流落在外的私生女沈可义 逼迫她替自己女儿出嫁 没想到战报误传 文叶班师回朝 嫁入王府的沈可义成为了真正的王妃 可她和王爷也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 两人最终携手 不求富贵繁华梦 只愿偷得只属于他们二人的半日闲 偷得将军半日闲预告中 张淼仪饰演的沈可义 个性天真活泼 即便在沈府遭受到许多不公平之事 仍乐观向上 她还借故翻墙爬到王府 看到国品超饰演高冷的文叶在家 还前去打她的屁股说 王爷屁股扭起来 让文叶起得牙痒痒 两人互动非常报效 虽然偷得将军半日闲走的是情喜剧风格 但该剧是在2022年拍摄 当时流行闲婚后爱的戏码 如今剧情看来已经过时 再加上郭品超当年拍摄是44岁 一年仅23岁的张淼仪 看起来毫无CP感 不少人认为两人搭配实在过于勉强 纷纷直呼 体现大叔萝莉恋不必真找大这么多的 是没有年轻男演员了吗 part 2 新生代录剧女神赵露丝爆款剧不少 包含身影 偷偷藏不住 星汉灿烂等作 他与吴磊自2022年主演 补妆剧《星汉灿烂》之后 多次传出两人无路可逃CP成真的恋爱消息 吴磊甚至在在暴雪十分播出前 出席大型典礼上时 深情注视赵露丝 赵露丝也在台下为台上得奖的他灿烂微笑 而赵露丝也曾被抓包 与一念观山 刘宇宁曾同日同游迪士尼 暧昧破表 近日赵露丝与中国顶流歌手 张一星传出热恋消息 消息一出全网暴动 网结赵露丝 张一星热恋的争据有三 一 两人PO照窗帘花文相同 事实上 这并非赵露丝 张一星 首次传出热恋 两人今年一月底就被中国狗仔 追刮少年阿飞爆料 表示去年9 10月就在张一星常住的酒店 看见赵露丝的车子 当时虽然没有看到赵露丝本人 但有见到赵露丝的助理坐车出去 相隔十多分钟后 张一星就走下楼 爆料一出 立刻引发讨论热潮 当时南方工作室立刻晒出 一张不清楚的照片 并暗讽狗仔捕风捉影 本以为是无龙爆料 但近日陆网却再次疯传二铁证 其中一项就是两人的PO照中 都有相同款式的窗帘 赵露丝近日穿着白色无袖上衣 站在窗子边拍照 仔细一看窗子旁的窗帘是两层设计 一层是白色透光层 另一层则是绿色树叶图样的 咖啡色系窗帘 没想到眼间网友随即 在张一星PO出的背影照中 看到一模一样的窗帘 虽然两方粉丝跳出解释 这种窗帘在酒店很常见 几乎是每房都用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认为 两人可能热恋中 二 两人新疆形成重叠 张一星三月在新疆拍摄成龙电影传说 随即爆出赵露丝 俯唱俯随 也跑到新疆陪拍片 当时网友抓包他同时间PO出的照片 全在新疆 他的粉丝随即跳出来澄清 解释他去新疆 是为了已孤的两只狗祈福 因为传说 新疆是离天堂最近的地点 当时他的甜点店还推出狗造型病前 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一股爱犬 三 自称赵露丝大粉的网友出面爆料 又自称是赵露丝大粉的网友在微博爆料 在别的小花谈爱豆时 有一个小女孩已经悄悄谈到了他们的PD 对比张一星曾担任选秀节目PD的经历 身份背景相当符合 也让两人恋爱传闻甚嚣尘尘上 PART 3 录剧男神李线过去和刘亦菲 主演去有风的地方承包款剧 周宇彤打挡无垒的爱情而已 也大受欢迎 李线如今和周宇彤合作的新剧 《春色寄情人》正在热播中 日前两人在高铁的吻戏填翻全网 CD赶大胜同档七成欢季的杨子于徐凯 周宇彤为《春色寄情人》 贡献出首次上演强吻男主的戏码 画面中两人在沙发甜蜜相拥 周宇彤跨坐在李线身上 一边急吻李线一边脱衣服 据说这场是周宇彤剧中最后主动现身 还有人爆料这是他全剧尺度最大的一幕 这场戏剧中乘客纷纷拿起手机狂拍 没想到网上立刻曝光 多机位角度照片 连周宇彤都亲自晒照分享 两人这场吻戏可说是360度无死角的甜 可惜为了过甚求播出 已删去这段戏 让观众直呼可惜 希望是假消息 PART 4 杨幂过去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爆红 随即晋升陆剧女王地位 她去年脱离钱东家家行传媒后 接演谍战新剧《海尔滨1944》 还特地找表演老师上课 但《海尔滨1944》播出后 不少人认为她表演用力过猛 成为全剧的笑柄 如今剧中演员的片酬曝光 身为女主角的杨幂自讲身价 杨幂与赵丽颖同为八十五花 但赵丽颖自从时代剧《风吹半夏》后 就成功转型实力派 而她今年演出古装剧《雨凤行》更是叫好叫做 一播出就夺冠收视冠军 堪称是流量保证 反观杨幂好不容易脱离钱东家的桎 没想到在《海尔滨1944》演出却再度翻车 剧中有一段是杨幂饰演的官选 为维曼洲特务科科长 但一边又与日本人合作 网友推测她可能是双面三面间谍 剧中她意外受了枪伤 却因为跟自己赌气不去医院 独自处理伤口 一个人痛得呲牙裂嘴 让网友完全不能理解 觉得剧情不合逻辑 《海尔滨1944》片酬最高的就是杨幂 她拿800万人民币 这跟她过往动则商议的片酬比起来 算是来练习演技的作品 而男主角秦浩片酬为600万人民币 但她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戏份也比杨幂多上许多 还少她200万人民币 不少人也为她打包不平 剧中秦浩饰双胞胎兄弟 宋卓文宋卓武 而哥哥宋卓武是救过关学姊妹的救命恩人 虽然形势比较鲁莽冲动 但武力之满点为人直率 而弟弟宋卓文则是共产党情报人员 个性足智多谋 时常帮哥哥收拾烂摊子 兄弟俩个性完全不同 夜长使用双胞胎身份去进行不同任务 事实上杨幂未演出《哈尔滨1944》 可说是以友情价钱出演 她过去演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单集片酬就是55万人民币 约台币242万 该剧一共有58集 一部戏就赚了1.4亿台币 《哈尔滨1944》片酬约是过去的四分之一 但演技毫无提升 因此惨被外界骂翻 而在狂飙有精彩表现的林家川 在《哈尔滨1944》片酬 仅200万人民币 约台币880万 在《莲花楼》有不错演出的王赫润 片酬只有150万 约台币660万 《莲花楼》有不错演出的王赫润 《莲花楼》有不错演出的王赫润